動漫我要聽 這寫百分百元的 怎麼會被我溫柔的掃音給你快呢 你怎麼寫太黃了 因為我有少女心啊 因為我純潔青春的肉體 大人物藝術製作 主持人 電玻璃長永博 主持群電玻璃發展促進會 今天納卡西的三個關鍵詞是 文青 藝術流行音樂 還有Singer Songwriter 先聽一首來自Macros Plus的Voices 路就是一條直直的 帶你進入李明納卡西 我是永博 在這座空中庭園 我一個人品嘗寂寞 我是嘎嘎 在電波裡盡情回味 令人懷念不已的未來 我是卡路 窗外下著灰色的雨 耳機裡的音樂也讓我渲染玉器 我是Hero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這麼文青 我好想打人啊 爆發了 因為今天的納卡西 不是停了嗎 要跟大家一起來聊的是 一位文青力超高的ACG歌手 沒錯 這位歌手就是擁有夢幻美聲的女歌手 心居招奶 而且永博 我們剛才所唸的那些文青詩句都有寓意 不是亂唸的喔 沒錯沒錯 剛剛提到的空中庭園 懷念的未來 還有灰色的雨 都是心居招奶的歌迷喔 他的歌啊有很多都是這種風格 內容在描寫各種幻想 有時候還會抒發一些哲理 跟主流的動漫歌曲很不一樣呢 嗯 像剛才播放的這首 來自Macross Plus的劇中歌曲Voices 歌詞就有一段在寫說 一本古老的魔法書 一片朦朧的月韻 夜幕低垂 我知道我們一定能夠相遇 是不是文青力超高 我還以為你怎麼又被附身了 真的喔 其實雖然在台灣有的時候 我們講文青這個詞 已經被弄得好像有點負面的遺憾 有沒有 可是這種歌詞透過他的歌聲唱出來 就覺得這種文青真的是有美感啊 對不對 完全不會覺得他在假掰 但是有件事情啊 我不得不說 我很介意 因為剛剛你們介紹 我才發覺Hero講了之後 你們聯合起來 都用心居招奶的歌詞造句 那為什麼不先跟我說一下呢 只有我沒有用到他的歌名 是不是好像我很遜 還是你們故意就是要陷害我 故意就是要糟蹋我 沒有沒有 腳本是誰寫的 沒有 唉呦 其實心居招奶不只是擅長創作歌詞 他也很會作曲 甚至編曲為許多歌手提供歌曲 唷 就轉開吧 阿魯你也轉了太翼了吧 對啊 就這樣把他轉 默默 好啦好啦 言歸正傳 你剛剛說他很會作曲跟編曲 從這點 從這點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硬底子的歌手 比較不走偶像路線 而他目前出過的單曲跟專輯大概有二十幾張 其中只有一張單曲衝上銷售排行榜的前二十名 大概八成的作品都不曾衝進前三十名耶 可是即使如此 他在日本流行音樂界中的地位仍是屹立不了喔 而且默默擁有很多死忠粉絲呢 這真的是蠻特別的一件事 我們從資料上面可以發現 新居他目前從業二十多年 他的前半段音樂生涯 大部分是在為其他的歌手提供歌曲 還有幫別的歌手合音 而最近的十年來呢 則是自己出了很多單曲還有專輯 而且都是自己創作的作品 他之所以可以屹立不搖 可能跟他專心創作 具有他個人風格的音樂很有關係 嗯 永伯的推理還蠻有道理的喔 新居招奶的這種充滿透明感的歌聲 在搭配療癒的旋律和歌詞 的確是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也受到很多其他工作領域的工作者喜愛 尤其是日本的動畫界 很多動畫製作人如果想要他的主題曲 給人很療癒的感覺 或是剛才說的很文青的風格 就會請新居跟他的工作夥伴 來創作主題曲 像是電視動畫 《魔王勇者》的ED 就是這樣來的喔 嗯 非常謝謝嘎嘎的補充 那聊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聽一首歌曲 來自動畫《魔王勇者》的ED Unknown Vision 愛衣茶庫就是我最可愛的老婆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現在進行的單元是李明拿卡喜 今天我們跟大家一起來聊的話題 是一位洋溢著文青風格的美聲歌手 新居招乃 剛才我們聊到新居 他不只是會創作充滿文藝氣息的歌詞 甚至還會自己作曲跟編曲 其實現在很多偶像歌手 雖然偶爾也會自己創作歌曲的旋律嘛 但是要編曲的話 哇 那就需要更高端的素養了 可見新居他的音樂素養也是蠻深厚的 沒錯 其實他早年就是以Singer Songwriter 也就是創作歌手的身份 游走在日本流行音樂界的 1984年參加創作比賽得獎之後 又在1987年擔任動畫電影 Windaria的主題曲演唱 這時他才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接下來就如同我們廣告前提到的 新居開始為許多歌手提供歌曲 而他個人的品牌也就慢慢建立起來 剛剛嘎嘎你只提到動畫製作人找他合作 其實有些年輕歌手也受到他的影響耶 像是飾演魔法少女小圓裡面的 小圓這個角色的深幽歌手 幽木碧就是個新居招乃的迷妹喔 對 因為剛剛快要進廣告了 所以我們還來不及講清楚 那Hero你在說的是 幽木碧他在第二張專輯發行的時候 是請新居來為他提供歌曲的事嗎 對 就是他的製作人問他 最喜歡的歌手有誰 然後他就回答了新居招乃 然後製作人就把新居給請來了喔 對 那這個迷妹是不是當的有點開心啊 真的 而且幽木說他自從高中的時候 就很喜歡新居姐姐的歌曲了 他覺得新居姐姐的歌聲充滿了透明感 而且旋律讓人的心情很平靜 但是有時候又能讓聽的人 面對自己心中的悲傷 真是會講話啊 沒有 我是說他形容的很具體啦 其實新居招乃的音樂特色 確實像幽木碧所形容的這樣 他的歌曲性格跟主流流行音樂 有蠻大的不同 比方說主流流行音樂很講究像是記憶點啊 旋律性或是律動性等等 但是新居的歌曲就比較不注重這些 不是說完全不注重啊 而是他更強調怎麼樣使用適當的旋律 或整個編曲來述說他想要表達的事物 很強調音樂的整體氛圍 所以有一些評論家喔 就把他的歌曲歸類為ambient pop 分為流行音樂 或者是art pop 藝術流行音樂 嗯 非常謝謝卡路的補充 畢竟今天我們介紹的是新居招乃嘛 本來就是有點文青風 所以呢卡路撈那幾句英文詞 那本播也就姑且接受了啊 要不然實在很想給他兩個那個500公斤的大貼錢 好啦 對 接下來我們再來欣賞一首歌曲 請聽來自新居招乃專輯 礦石收音機的歌曲 切口呢有嗎 哇 我曉得我們的聽眾朋友們聽了剛才這首歌曲 是不是彷彿覺得進入了一個夢境般的世界 一下子好像有天使在宇宙中吟唱 一下子呢 又好像有蒙太奇在眼前咻咻咻咻咻 一直閃過去喔 那麼在編曲上面確實是蠻有創意的喔 而且我發現這首歌的編曲者 寶義九明就是那個意號就是那個掛棒的掛那個掛子 對 國語呢是念作意 那寶義這位編曲者呢 他幫新居招乃編了好多首曲子 好像從新居1997年發行的Sona no Mori 這張專輯開始呢 兩個人就有密切的合作了耶 沒錯 雖然我們不太清楚兩人當初到底是怎麼搭上線的 不過從他們各自合作的歌手來看 可能是在幫一些歌手寫歌跟編曲的時候認識的 寶義他本身呢是為吉他手 除了J-pop以外 他也很擅長創作一些有點非主流的電子音樂 常常使用各種效果器來製作特別的音色 在幻音上面呢也有很多巧思 像剛才那首歌 各種音色在左右聲道跑來跑去 高頻低頻也都有不同的聲響在對話 真的蠻精彩的喔 嗯 我覺得這種聽覺效果 好像把新君的那種幻想世界又更加的擴大了耶 因為新君他本身比較常演奏keyboard 在跟寶義合作以前好像比較多歌曲是用acoustic的編制 就是說沒有太多效果器跟合成音色 但是有了寶義的編曲 就有更多種色彩來表達他的各種想像了 嗯 沒錯 可能兩人都覺得彼此的音樂可以一加一大於二 所以就一直合作下來 你會發現在這之後 由新君演唱的動畫OP啊或是ED 大概90%以上都是寶義編曲的 像是動畫東京地底奇兵 跟Noir黑色天使的ED 還有Zegapen的OP 都是他們兩個合作的作品 而且我們從一些訪談當中可以知道 他們兩個時常會我彈鋼琴 你彈吉他 一起來尋找靈感 能夠遇到這樣的合作夥伴 真的是非常的難得的 好 那接下來再來欣賞一首歌曲 這是新君在日本311地震之後 所創作的歌曲祈禱 祈禱 曲子當中 鋼琴是由新君所演奏的 而吉他就是由寶義來擔任 一起來聽聽他們合力創作的 為逝者祈禱的歌曲吧 真是有點感傷 但是又讓人心情沉澱下來 真的 而且其實這首歌曲的歌詞 不是日文 這是人造語 不過新君還在上面附上了一首小詩 表達他想要傳達的概念 他說那道光一直都存在於你的心中 在你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就存在了 願那道光能夠穿透你身邊的人 穿透天空 穿透這個世界 照亮現在的你 有一種超現實主義的美感 那從自己的心中發出的光 卻希望他能夠穿透世界 最後照亮你自己 真的是很美的一首小詩 真的 而且寶義他自己就是輔導人 所以這首曲子 對寶義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首曲子 其實新君平常就很常 在部落格上面發表很多 關於生命、自然 還有人類彼此關係的文章 而不是因為發生地震了 才開始思考這些課題 你會覺得他的藝術 好像從他的生命裡面自然散發出來的 所以專輯賣的怎樣 或是唱了幾首OPED 那根本都不重要了 嗯 卡魯這樣說就讓我想到啊 新君曾經在他的部落格寫過 埃及革命帶給他的感受 像是記者如何冒著生命危險 報道戰地的消息啦 還有基督徒在穆斯林祷告時 圍成人牆來保護穆斯林 而穆斯林在基督徒祷告的時候 也反過來保護他們這之類的 讓他非常的感動 而且更強烈的祈求和平 嗯我自己在讀的時候 其實也很感動欸 嗯對 有的時候會覺得 雖然乍看我們不相干 但是我們在關心這些 好像跟自己無關的事情的時候 多傾聽多了解 我們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反思 那有了這些反思 我們就更有力量去幫助別人 甚至幫助自己 我想新君就是因為 對這個世界有著很細膩的觀察 才能夠寫出這麼真誠 而又動人的歌詞吧 哇新君的文青功力實在是太高了 竟然讓我們也變得這麼文青 那就來聊聊他的近況好了 有沒有什麼消息啊嘎嘎 有有有 其實新君一直都有定期舉辦演唱會 來跟粉絲聯絡感情喔 而且演唱會不只辦在日本國內 他曾經在06年跟09年 分別到德國柏林跟法國巴黎辦演唱會 兩場的票竟然幾乎都完售欸 而且重點是 新君姐姐也要來台灣辦演唱會了耶 時間就在下個禮拜六 7月5號晚上6點半 不知道票還有沒有 等一下聽完節目馬上去便利商店看一下 如果有搶到的話也幫我搶一張 我也要 我沒有錢幫你們電喔 好好好 沒關係這個不要電啦 就你直接出來好不好 好我們今天聊了很多新君招奶的創作 不管是在風格或是它的內涵上 都有獨到的美學 也了解到他是一個很用心生活 而且關心這個世界的歌手 期待他未來繼續用這種文青風 來洗滴我們的心靈 最後要欣賞的是來自專輯 《空中庭園》的歌曲 《人間の子供》 節目也接近了尾聲 同樣要歡迎聽眾朋友們 到FB上面還有天空部落格 給我們批評指教喔 也別忘了禮拜二在YouTube下 會有我們的錄音畫序喔 還有電播點唱機和答非所問 也長期歡迎大家投稿喔 有空的話也可以來鋪浪上 和李明們一起耍廚喔 最後祝福大家有一個非常平安喜樂的週末夜晚 下個禮拜動漫我要聽再見 掰掰 追蹤抜青 途 Brown 潮 感谢观看